你准备了 日本2023年恐怖悬疑作 由漫画改编的是王村 幼名狩猎 表面风景如画的村庄 背后竟然隐藏着骇人的识人族传闻 喜欢的点赞关注 持续更新中 车上下来一名男子 男子显得异常的愤怒 并且在自言自语 他来到一处房子前 用力拍着玻璃 表明身份 他是派出所的兽爷 急促着拍着玻璃喊人来开门 却没有一个人回应 他赶忙推开后门 喊着我知道有人在赶紧出来 这是一个小窗口处 一只手正拿着摄像机拍着兽爷 兽爷愤怒上前却没抓住 往前走着突然左边的玻璃里面 趴着一个人 兽爷上前拍着玻璃 想拉开门却怎么也拉不开 而里面的人已经走了 兽爷有些癫狂地走到后面 边走边喊着我知道 你们吃人哦 突然朝窗里面 喊到你们就承认吧 快点给我承认啊 他什么都知道 这时兽爷终于崩溃爆发了 他举出手枪 嘴里不停喊到 你们这群家伙会吃人 你们会吃人类啊 随后举着手枪朝天空 开了一枪 而此时二楼窗帘上 一位老婆婆正透过窗帘 拿着摄像记录着兽爷 此时兽爷来到一个山洞里 他惊恐地罩着前面 而里面是一个又一个的铁笼 他终于找到了 这是一个镰刀 从兽爷身后勾住他的脖子 一声锋利地划过 只剩兽爷的惨叫声 山天公路上 一辆蓝色的桥车正在行驶着 四周绿树环绕 左边是湛蓝的大海 车上正是男主一家人 男人对着后座的女孩 吓唬道 真白这里 好像会有鬼怪出现哦 一旁的妻子表示乱说 才不可能有鬼怪呢 而后座的女孩 正呆呆地坐在后面 并没有说话 被群山环绕 和湖水包围住的小岛 正是男主一家的目的地 此时他们终于来到目的地 上面写着 欢迎来到宫花村 车辆停在宫花派出所门前 这里正是男主的住所 此时 村民正在从货车上搬运东西进去 村民看到男主热情上去搭话 是新来的警察吗 男主回答是的 村民表示 从今天开始 就请多多指教了 面对热情的村民 男主也是开始介绍自己 他是被派人到这里的阿川 旁边这位是他的妻子有希 还有他的女儿真白 随即说到 可能还不够可靠 但是他会尽心尽力工作的 请各位多多指教 村民也是非常热情 欢迎三人的加入 而真白还是一脸呆滞的模样 晚上有希从里面搬出一箱东西 问道是不是阿川的 阿川打开翻看 上面写着寿野 应该是前一位前辈 没有带走的东西 有希问道 为什么他会离职 阿川听闻寿野打小钢猪负债累累 最后主动提出离职 之后 他就失踪了 有希看着照片上的寿野 不像是会沉迷小钢猪的样子 白天一大早 刚上任的阿川 便被村民送了一箱子的蔬菜 随后带阿川去参观宫花村 经济支柱 一行人坐下来向阿川介绍 山上有品质非常好的桂木 而且从桂木取得油抗军效果 也很棒 突然坐在一旁的老奶奶 诡异说道 以前桂木油会抹在尸体上面 这样能防止腐烂 听闻诡异的话 村民连忙制止 不惜奶奶 不要说这些话 会让警察先生不知所措 阿川笑着表示不会 突然前面传来一阵声响 一名戴帽子的男子问道 是新来的警官吗 阿川正想起身介绍自己 男子打断阿川表示 客套话就免了 他们山上发现一具尸体 跟他过来 男主跟了上去 而屋里的村民 全都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阿川和男子来到山上 前面一群人正站在那里 每个人都背着猎枪 男子介绍死者名叫厚藤宁 他是厚藤家的当家 也是他跟他弟杨介的奶奶 正在祷告的就是杨介 奶奶从三天前就下落不明 树旁的秃头男子表示 一定是被熊咬死了 阿川诧异表示还有熊吗 随后上前查看尸体 尸体旁边 有一个只剩半边的眼镜 而一旁是断掉是手臂 阿川绕到前面查看手臂 诡异地说到这个 应该不是熊咬的吧 男子上前查看手臂 阿川指了指手臂的牙印 这明显是人类的咬痕 男子表示 奶奶有老年痴呆 应该是他自己咬的 阿川立即反驳男子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咬 手臂咬痕是在正面 而不是手臂反方向 这个位置自己是咬不到的 显然这是被某人 这时男子打断了阿川的话 难道阿川想 说是他们虐待奶奶吗 阿川表示 他没有这个意思 突然众人 把枪从背上取了下来 集体瞄准阿川 猝不及防的阿川不动声色 正想取出腰间的配枪 男子说到我无法容忍 你这个外人 侮辱后腾家的人 要是让我觉得 你在小瞧我 就算你没有那个意思 我都会把你的脑袋 炸开花 面对众多赶枪 阿川也没有解释 放开了腰间的配枪 缓缓把手举了起来 向众人道歉 请原谅他 男子文言 嘴角笑了一下 然后开始放声大笑 四周的人 也笑着放下了枪 白毛男子表示 阿川别皱着了 他们是开玩笑的 铺头男子表示 阿川的反应太棒了 这小表情太逗了 阿川十分气愤 又无奈 表示下次再这样 就以妨碍公务 逮捕你们 男子提出 握手和好 我们打好关系吧 今晚举办实施大会 明天上山猎雄 替赢奶奶报仇 此时 阿川向警察署报告 在后腾会接带领下 找到一具高龄女士 这时会接过来 向阿川发出邀请 今晚来参加试试大会 阿川能和其他村民 相处融洽 和他们就没办法吗 阿川没法拒绝 只能答应 晚上推脱掉 妻子的修电室请求 阿川正想骑着自行车 前往聚会 开了一下 发现后轮不太对劲 他下车查看 捏了捏轮胎 发现是漏气了 确认了气法口 没有漏气 随后发现车胎上 扎着一根钉子 他取出这枚钉子 无奈只能把车放到一旁 徒步走过去 这枚钉子 是不小心扎到的 还是有人故意未知呢 阿川来到餐厅 对于迟到 又用借口 忽悠他们的阿川很不满 惠介直接给阿川 倒上满满一杯酒 看着众人阿川 自然不能推脱 直接一口气 把酒全喝掉 惠介看着阿川 喝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家里的有戏症 在找地方链接电视线 却发现 怎么也找不到口 他累得倒在地上时 头转向右边 无意发现柱子刻着字 上面写着快逃 觉得有点诡异的有戏 看了看四周 连忙跑到女儿房间 房门正开着 真白已经不在里面 有戏即忙跑出门外 一边大声喊着真白 一边跑着 寻找真白的身影 而此时真白 正在山间 追着一只小猫 猫咪在桥中间停下 真白追了上去 也在中间停下 这时他看向一旁 桥底下有什么身影 正在啃食着什么东西 突然他发现了真白 朝桥那边走去 此时真白 还是一脸呆滞 突然一只手搭到桥上 一个恐怖的老头露了出来